记者陈恩惠台北报道,近来世界各地皆有火山纯动讯息,为防范台北盆地边缘,属于追撞火火山的大屯山系突然喷发,台北市消防局率先将火山灾害纳入防灾演练项目,经过五天以来的兵器推演,今天下午将在国防大学复兴刚校区正式进行灾害防救演习, 这也是国内首度将火山爆发纳入演习情境设定的士兵演练,本市消防局表示,针对地震引发的各种灾害及火山灾害告警、疏散撤离等议题进行士兵演练,精进灾害防救及应变能力,本次演习除了结合国军部队参演,更启动国际支援机制, 有来自日本东京、横滨及韩国首尔的国际搜救队到场支援,今天的演练分为二部分,分别是模拟七星山发生火山喷发, 现场针对士林北投区域民众发送载防告警讯息,另外也针对警戒区域内的民众进行疏散及收容安置, 第二部分则是模拟山脚断层发生规模六,六强镇,台北市的士林、中山、大同、万华及信义等地区镇度达七级, 室内多处建物倒塌、桥梁断裂,部分通讯中断,消防局立刻动员本市救灾能量台北市搜救队,同时也启动跨县市及国际支援, 会中除结合国军参演,同时启动国际支援机制,邀请日本东京、横滨及韩国首尔等国际搜救队参演, 共计动员超过3000人次,各式车辆164辆, 及直升级五架次,展现北市跨区及国际联防支援救灾能量。